芬兰星期天正式的宣布加入北约 那么瑞典的执政党预计 周一会在国会寻求支持加入北约 两个中立的国家因为欧武战争改变立场 那么外国媒体报道 这将引发更多传统的中立国 包括像是瑞士跟进 根据最新的瑞士民调显示 56%的民众支持提升与北约的关系 那么还有33%的民众支持直接加入北约组织 两项的数据都比以往还要高 瑞士的国防部的官员表示 正在撰写国家安全选项报告 当中就包括了与北约国家举行联合军演 这份的报告书预计9月底就会完成 那么接着就要送交内阁与国会讨论 进步来看是瑞士的国防部长表示说 不会以加入美国为首的军事联盟 但会更加的紧密合作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获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